台湾许多文创产业或商品要如何推动发展 文化部将推动文创建价机制与金融挺创意等规划 而所谓的文创建价机制一旦法制化 代表任何文创商品或资产都可以透过建价取得公平市价 并且更有效发挥 也包括了文创产业本身延伸出来的附加价值 也提供其他投资者有投资意愿 不过族人文创工作者认为中央政府的美意 如果只是从汉人思维来设定机制 对原住民族文创工作者来说 可能沦为看得到却吃不到的大饼 这一块是必须要先了解原住民的产业 你才有办法去对应到 那如何去挹注从事这一个七块的原住民的朋友的需求 我想这个一个比较重要 而不是你先由上而下 那应该是由下而上的话 可能比较容易可以满足 甚至可以帮助到真正有心投入在文创产业这一块的原住民的朋友 你大社长换成第一个我们量不够嘛 所以说我们有某一种程度上 一个量还有材料的取得有困难 所以说你如果是用大市场的接着方向的话 可能我们就不适合 我们是小型个人工坊的话 就可能就是要采那种比较独特的辅导 原住民族文创有无限发展潜力 不过要走出更多元的市场 同样面临一些瓶颈 除了商品无法量产之外 大多的文创商品如果只是将传统异象图文 制作成手工艺品或是木工艺品等文创商品 市场的接受度就会比较有限 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主线留给我们的智慧 然后把它copy过去之后 然后就这样子就卖 像我在弄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都有把原住民的那个精神在里面 我们表达的不一定是那个迹象的概念 那可能是那个背后的那个意涵跟精神 还有态度 所以这样子的东西 它比较容易可以感动到一个消费者 可是这个就要有一个过程 文化部的文创建架机制真的能够符合族人文创业者的需求吗 恐怕还需要时间来观察 族人文创业者其实都希望能够有个专责单位 给予适当的辅导及协助 并要长期陪伴 认为这样才能提供实质效益 帮族人文创找出更大发展潜力 今天我们在岛秀台北市新闻是三重采访不到 感谢观看 支持观看 哇 感谢观看